在荣城这个小区环境和配套敢说第二 没有任何一个小区敢说第一 都有海 西有湖 而且呢周边和生活配套真的可以说是太好 老马呢就住在这个小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尊胜传媒的威海老马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尊胜传媒呀 正在联合荣城五大这个开发商 做这个四天三夜荣城深度体验这么一个活动 所以呢后台啊很多粉丝啊 就是想提前了解一下 说老马你这个五楼盘有没有 就是你觉着啊不错 而且呢就是在荣城来说啊 比较火热的楼盘 那你我觉得在老马啊心里啊 一定是我脚下这个楼盘 从这个环境哈 东侧是海西侧是湖 而且呢老马自己就住在这个小区的一期 现在呢我把镜头转过来 给大家拍一拍这个小区啊 最主要的这个小区 有一个69平的啊 40多万到60多万啊 就可以再入住这个小区 我觉得这个小户型呢 第一啊就是从观海和这个 居住舒适度来说的话 这个房子非常不错 第二呢我觉得这个房子啊 比相比较之前我们活动来说 开发上给我们粉丝的力度也很大 现在呢老马给大家拍拍周边 我带大家先从樱花湖畔的角度 给大家看一下子啊 现在视频啊 无人机的镜头下面呢就是啊 整个小区 有碟屏别墅 有小高层啊 东侧呢是海 西侧呢是咱们的樱花湖畔 今天呢咱从各个角度来拍一下 这个小区 而且这个小区 大家也可以看见也有一条啊 商业街 可以说这个小区啊 是有湖有海的这么一个小区 而且呢周边的配套呢又很好 像咱们这个小区的北侧 有少年宫游泳馆 室内的体育场 室外的体育场 包括荣城的九龙城 可以说是吃喝玩乐够的综合 大型综合体 包括咱们的三甲医院都在这个小区的北侧 咱们现在的一个从无人机的角度啊 又看见咱们从海边飞起来 可以从海边的这个角度 可以看一下啊 沙滩大海黑松林 在咱们的小区的东侧 东侧呢 出来这块呢 也是咱们融成的唯一可以啊 海水艺场啊 就是在这里边可以游泳的地方 包括呢 海边也有一些 现在也有一些游玩的一些娱乐设施 像荣城的大面积的黑松林呢 也就在这个小区的周边 像这个小区周边啊 真的是东游海西游湖 大面积的黑松林 又有这个海水浴场 而且这个小区呢 还自己呢 还有一条商业街 可以说从这个小区下楼 你就可以 这条商业街就能满足咱们 日常生活所需 不用说去到周边 就别说咱周边的配套又这么好 现在呢咱来到实地再看一下 现在我站在楼上啊 这是东侧的沙滩大海黑松林 啊 转身这是咱们这个小区啊 这北侧呢都是现房了哈 我现在站在楼下 这69平这个小户型呢 这个房子呢 是今年年底啊 就12月份啊 正式叫房 楼下的商业街 像这套商业街上 超市啊 就有两个啊 各种饭店 像朝鲜族的饭店呢 啊卤菜呀火锅呀啊 像咱们业主餐厅啊 业主会所啊 健身房啊啊 这些全部都有 这是咱们的东大门 看楼下的大面积的黑松林 这个小区到高点站6公里 到那个飞机场呢 22公里 出门就有公交 现在呢 老马现在来到楼上 这是一个一梯两户69平 啊 全名户型哈 咱们现在一进来 这是参客一体的一个客厅 啊厨房还比较局势都比较够用 别看这个小平方69平的哈 有窗 南向的客厅 而且还有一个大阳台 一会儿带大家再看一下 干湿分离的一个卫生间 啊 卫生间呢 也是有窗的 啊 南向的卧室 前边 阳台跟客厅是相连的 啊 6米40多的一个大阳台 他说阳台 啊 69平了 下边黑棕林 这个都是大便积的黑棕林哈 黑棕林前面呢 就是啊 沙滩大海 西侧呢 是樱花湖畔 啊 这个69平的一个小户型 而且带着金庄修 今年年底就交房了 如果家里人口多的话 完全可以把这里边改造成一个 做成一个两居室 如果是正常居宿用的话 69平这个局势也很够用 啊 咱们从这个房间现在也出来了哈 就是 我也跟自己的粉丝说 这也是我们七宗的体验的一站 这里边呢也有体验房 无论从中边的环境 像有湖有海呀 包括门口有交通啊 包括到这个高铁站和飞机场这个距离呢 你看到高铁站6公里 机场呢 就是25公里左右啊 我往多了说 啊 出下楼呢 就可以满足在日常生活所需的商业街 周边呢 像有大的商场啊 游泳馆呢 什么这个篮球啊 乒乓球 羽毛球啊 什么这个都有啊 啊而且呢 就是距离啊 咱们荣城的三甲医院呢 3.5公里 我觉得这些啊 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就是这个小区 可以说综合实力 在荣城来说 number one的一个存在 如果要是来荣城的话 你是不容错过的一个楼盘 行 这期视频呢 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